那么回到A股自身的状况来讲 确实很困难 确实很困难 我觉得即使组织抵抗的话 也不能够彻底消除市场需要调整 更充分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这个我觉得是绕不过去的 就是你不管现在有没有抵抗 我们希望有所抵抗 让市场情绪可以恢复一下 大家没那么焦虑 缓和一下 看到一点希望一点 但是是不是能够在这里就完成筑底 就开始反转 像有些人在我底下留言的 这又十年流逝了 又起步了 这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抵抗就是代表说 确实有那些东西存在 确实他们在做事情 确实不希望的一巴掌被人打倒了 连个反应的都没有 就起这么一些作用 我觉得在这里的抵抗就起他们一些作用 大的趋势来讲呢 受这些疫情的困扰 很多行业呢 在今年的一季宝 甚至二季宝都受冲击 按现在这个疫情的这个状况 二季宝都会受影响的 我不太觉得说 能够在很短的回合里头呢 搞定 因为你看现在的这个管控 一出手14天加7天 这就小一个月了 然后像深圳这一次呢 他已经是停这个公共交通 再停地铁 就是我主动让这个城市慢下来 这样的来管控 这个代价都很大的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 这一次 大家是需要呢 做好这个应对的 然后再看我们这个吉林市 404.7万人 今天爆出来 3500多例的确诊 而且这一次呢 你看这个确诊和无症状 是层N倍的这个比例 这个时候反控呢 是非常难的 因为太多的无症状了 这个呢 是第一个对股市的一个困扰 这疫情是真的 而且这一次呢 来势还比较凶狠 很多企业呢 都会夹在里头 越是高增长的企业 如果你这一次呢 没有免死金牌 那可能呢 业绩的波动就会很大 那这也是赛道股 还有面临的一个额外重极 那这个呢 是很现实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像这个级别的调整 投资者确实是会怕的 像林老师呢 谈笑风生呢 是因为见过太多了 就以前呢 也见过太多了 所以呢 并没有觉得呢 说有很大的压力 或者说觉得不可接受 这些东西 但是呢 我相信很多人 是很难扛 这种调整 这是 这个调整是实实在在的 而且它确实是影响 每个人的账户 账户里头的钱 影响你的日常安排 股市跌凶了 我体会过 我以前的那些听众 给我打过电话嘛 人生规划都会改变的 它可不是一般 这个调整的影响 这是当年我见过 这个几个案例 而且呢 股市大跌呢 实际上对 对这个工薪阶层的冲击 要小一点点 因为他们毕竟 投入呢 有限 拿工资投入的 这个是 比较容易修复的 就所谓呢 我们专业点 就是它的 这个资产负债表 是容易修复的 对吧 赔两三个月工资 三四个月工资 那你再去打工 甚至呢 加分工 就能够补回来 但是呢 你如果把财产性 投进去了 这个就不是 你去打分工 能够做资产负债表修复的 对吧 你攒了三十年 攒出这笔钱来 甚至有些人 还卖着房子 这样进去了 那这样一笔钱 你是在场外 你是没有 没有后续力量的 肯定的 对吧 这样呢 一下子进去了 然后呢 像股市 现在这个跌法 那对很多人来讲呢 你除了说 要保持心态好以外 是要很现实的 去改变你的人生规划 所以对自己 对家庭 都是有冲击的 所以呢 我最近呢 在头条或抖音上面呢 有些奇奇怪怪的 我就跟他讲 说你这么操作 你跟你家里人说过没有 言下之意 就是说你这么一个操作 你实际上是把一个家庭 绑上了赞次 这个呢 是很严峻的 我自己是见过这种 听众 确实是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说 要保证的日常生活不受影响 这是前提 这是前提 好吧 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